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小梗 今天我有玩心情生存啦 昨天把粉粉的糖果小狼屋建好了 竹子和桃花都长高高了 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耶 你看,小狼们多喜欢这里啊 还一天的时间,小狼就防止很多嘛 不过,他们自咬咧嘴的,又想咬我 呵,还是这么凶狠,等等就把你们逮了 收集皮革,进行我的附魔大业 先来看一下合成附魔台需要什么材料 钻石,书架,黑金石,岩石块 嗯,那我先去把甘蔗收一收 三个甘蔗得到四张纸 这产量有点低啊,合成书架还差纸 嘿嘿,小狼们,这时候你们的贡献来啦 把能量先附魔一下 哇塞,居然是点燃属性 持续伤害瞬间增加 不错不错,我砍,我砍 让你们这么凶狠,好好的兰宝不安心住 非要大喊大笑,这下是错了吧 然后合成空白圈轴 嗯,书架也有啦 现在就在黑金石 那还得去矿洞一探 岩浆浴水会变成黑金石 得再一桶水下去 出发出发 正好之前挖了一条深深的宽道 沿着宽道,一直跑到13层 诶,发现岩浆了,用水浇一浇 呀,怎么变成石头了 再来一次 嘶嘶嘶嘶的声音,这下变成黑金石了 拿起转头,一下就掉掉了 哈哈,精进生存桥方块救世牛 一秒四块黑金石 回去咯 登登,一个赏赏发亮 具有魔术技艺的附魔台就出来了 现在再去击杀小狼 收集足够的皮革 千万别把小狼击杀完哦 击杀一半,就得继续让它们繁殖 这样就会源源不断的提供皮革 好嘞,再去合成空白卷轴 哼哼,总共得到了五祖多的空白卷轴 把飞吧清风 正式开启蓄谋已久的 附魔大叶 几千万星星 谁变合,谁变合 哈哈,我最需要的卷轴就是 反击属性 为什么我喜欢这个反击属性 等等你们就知道了 不断的合啊合 合啊合 不一会儿,卷轴就装满了背包 先不升级 把卷轴全部扔在箱子里 等等再来升级 如果手和累了 就鲁克小叔叔 再吃几千颗星星 一下子就不觉得累啊 嘿嘿 继续,合啊合 哦,好累好累 都不知道合了多长时间 升级了多久 终于得到四三顶级的卷轴 最后一步完成最终升级 第一张满级卷轴 反击属,耐久属,燃烧属,爆炸属 这属性真是完美啊 高枪薄弱 第二张满级卷轴 独树属,树枪属,反击属,进战属,燃烧属 和上一张很不同 除了反击,全部都改了 这是终极的防御装备 附魔在护退上比 第一张满级卷轴 反击属,远程属,燃烧属,击退属,耐久属 这一张更是补充了远程和击退杆戏 专门对抗流氓弓手里 最后一张,耐久属,反击属,爆炸属,爬墙属,燃烧属 一看这张就知道附魔在鞋子上面里 有了爬墙5属性,我就能像蜘蛛侠一样 黑眼肘壁,真是完美 一张一张的附魔上 辛苦了很久很久的附魔 终于迎来收获的时刻啊 登登,完美的钻石4件套 你们看看,全是5级的哦 完美属性,感觉瞬间充满力量 这4件有多厉害,找这小人试试一下 来啊,打完 嘿嘿,一点都不觉得疼 把个小人自己被我的反击属性 去弹死了 过几天,我就穿这道钻石大 去弹死黑龙,哈哈